哇 老公 什麼啊? 你有六萬的鑽石喔 你是不是沒看過六萬顆石頭? 求婚的時候我一顆石頭都沒看過 不是啦 你聽我說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ko的開箱敗家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開DA的六萬顆鑽石 然後開完之後你還不知道會出什麼東西呢 可不可以開完之後什麼都沒有呢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相信我們有歐皇在此 而且還在龍脈裡面 這是我們新家 新龍脈 這是CD還沒有進CD還可以使用的 用完之後再抓人網底下填 好的 那今天呢其實是我們要來開書啦 我很少推薦大家畫冊這種東西 這不是我第一本遊戲畫冊 其實我有其他的遊戲畫冊 有空改天再分享給大家看 但今天我很興奮我拿到千元真的遊戲畫冊 故事人物美術設定集 而且它封面還有用燙金喔 真的耶 摸起來可以摸到那個 對 因為我們的婚卡也有燙金 所以我知道這多貴 只要你現在買這一本 它就直接送你女妖的眼罩 我自己個人是衝著眼罩要的啦 因為眼罩這種東西其實是消耗品 我真的有拿那個在用 然後又等於是一個使用一個收藏 它裡面還會送500的粉塵加5張的英雄券 對於有在玩這個遊戲的人來說 粉塵超級重要 真的 粉塵不管到什麼時候都會缺 真的 到最後都是卡粉塵 好啦 那劍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呢 其實它號稱是放置型手遊 就是你只要放著 然後它每天就會給你資源 給你經驗值 給你金幣 那你就可以慢慢養成你的英雄 我自己當初會入坑這個遊戲 單純就是因為它的畫風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歡這種美系的畫風 對 它的畫風真的比較有特色 相較於其現在市面上手遊 比較多都是日系畫風來講 真的蠻特別的 我自己很喜歡它裡面的一些故事設定 那其實這些設定在手機的遊戲裡面 都可以找得到 只是沒有像書本這樣這麼完整 對 它是真的就很完整啊 而且它連武器的圖都有給你另外畫出來 它的草圖 其實草圖超精緻耶 可是這個真的太遠了 我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身為一個美術系 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看到草圖的時候有多興奮 草圖有多麼的興奮是不是 對 沒有 我覺得其實這種 設定期啦 這種美術設定 最重要就是草圖跟設定階段 真的 而且有時候你還會看到它原始的設計 就不見得是你最後在遊戲裡看到的樣子 原本看到一個是長髮 可是它在設計的時候是短髮 你說那個伊莎貝拉 短髮伊莎貝拉 你是不是被它抖髮超可愛耶 然後我就剛剛說為什麼呢 因為我懷疑這次是跟那個誰中占的 刺客那一隻 沒有 因為它在設定裡面呢 希爾維娜是伊莎貝拉的姐姐 對 就他們兩個姐妹在路上 然後被壞人襲擊 我懂 我看過很多作品 姐妹在路上被襲擊 暗像 暗像 三個大男生 三個大漢 所以就是那個劇情裡面 這就是那個劇情嗎 這就是那個劇情 喔 我說的是他們搶劫 然後大漢就跑走了 不是啦 然後就沒有錢了 就很難過 你剛剛想的是這個劇情嗎 你相信我一下 以我的文革為主 她為了要保護她妹妹 所以希爾維娜在設定上 她是比較偏向刺客 然後比較強悍 伊莎貝拉的設定就是比較柔弱 法師嬌囂 所以她可能就會比較 長髮比較適合她 比較溫柔這樣 對對對 所以後來她的設定原本是短髮 才會變成長髮 長髮看起來就真的比較 然後熔弱一點 對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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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阿 而且阿 你知道嗎 她們兩姐妹 後來是被偉蛋收養 對對對 偉蛋她們養父 我也看過這種作品 我是說 養父對姐妹很好 然後一家人和樂榮 就跟長腿叔叔的故事一樣 是這樣子的嗎 是 你們可能會想說 Neko這本到底是什麼故事集 還是 繪本嗎 她真的是繪本 因為她後面還有 角色阿 然後場景的設定阿 然後我覺得最酷的是這個 喔 就每次在講人物關係圖 你們除了在推關卡阿 推圖阿 然後抽角色以外阿 還可以看到一些角色之間的 羈絆跟故事的經歷 對對對 如果你是真的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你看到這種東西你就很喜歡 會蠻有趣 對 這本書我覺得她誠意非常夠 因為原本我想說 她大概不會收到什麼太新的角色 最近新出的神族 齊天大聖 五汪老師2019尾還是2020年年初 我竟然好像是過年那時候的 新年新角色 而且還送了一支 所以大家都有 對 所以這支是大家都有的 然後我看到這支的時候 我想說 哇這本也太有誠意了吧 表示他們是很新很新 把它編進去的 現在收這本 絕對剛剛好 我相信他們之後還會出第二集 對 還會出第二集 新角色再多一多再輸一支 接著我們當然就是要挑戰 DA的 六萬十 會出什麼東西 來 最強攝影物就在旁邊 最強攝影物就在旁邊 沒有到底什麼東西都不出 召喚 欸你今天有想抽乾嗎 還是我們抽到多少就停 都可以 我們抽到 不然我們抽到 哇 五張藍色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半數一下 這有發揮能力 藍色也是有用的對不對 我拿著這個在手上 手握小卡 換你換你換你 好 我們今天目標十子 有希望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十子搞不好抽完還沒有呢 我有抽過 我有一個十抽出三子 好 我信 對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要運氣一直旺對不對 剛剛這第三隻抽嘛 所以一定保底一張 OK 第一張 No.1 喔 雙子 是不是最強勝一物 喔 也都是耀光的耶 欸 不錯耶 耀光的法師很猛 對 法師跟那個槍哥都很猛 對 這兩隻都是超猛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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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還有八抽八子 八子的進步 還有八子八子 來來來來 八子八子八子 理論上上一抽兩子這一抽 應該不會有東西 機率不是很高 對 通常都是這樣子 OKOK 釋然釋然 是釋 是釋 好 現在都還沒有動到鑽石 沒有動到鑽石 還沒動到鑽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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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只有三四次 嗯 釋然 有一點 沒關係 你是幹下去 應該至少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驗證一下機率 噢 啊 新的啊 爆爆熊 這隻在對面的時候超煩 啊 這隻爆爆熊 就是一直把你腳抓起來往後摔 摔完再往前摔 往後摔再往前摔 往前摔再往後摔 根本古靈機怪熊 都暈了 都暈了 這次這不錯耶 這次這樣還不錯 三子了 三子了 哇 已經削到2700之後 他進入鑽石了 我的鑽石地獄已經 六位五位數了 呃 地獄六開頭了 這已經又是reset了一次對不對 他這每一次抽到紙都開始reset 這是巫妖 嗯 來 那剛剛那個那個應該不是保底吧 不是不是 因為已經重製了啊 南如天 浩石如水流啊 紫色一直粗 OK GO 一半了 我跟你說今天食指真的有行 哇 真的有旺耶 不是開玩笑 六隻了 六隻了 哇靠 喔 蝴蝶 蝴蝶 漂亮喔 漂亮喔 哇 六隻就 還在六隻還在六隻 六隻 最強勝一物沒有在開玩笑 最強勝一物 喔 幹 欸很多都還在 七籃七籃 還是六 六吧 這是七吧 這是七吧 喔 八 八 八八八八八 馬上來 喔不是就是鳥人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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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八九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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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光盾欸 哇塞 哇塞這個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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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這石頭好兇 喔幹這聲音物真的不得不信了 OKOK要來了 最後一個 來了來了要來了 我跟你說要來了 是不是 第一張直接出 很早看這個位置的 綿羊耶 兩隻豹豹熊 一隻巫妖 一隻蝴蝶 然後光法 光盾 棺材哥 然後 那個鳥人 馬上結束 最強聲音 巫妖是不是快上紅了 哇 他不放過你啊 十隻不夠讓你十一隻 今天是豹豹熊大發生 好可怕的豹豹熊大發生 這遊戲真的要抽到一樣的角色 疊起來才會搶 這是真的 最強聲音物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吧 實際驗證給你看 我們剛剛兩隻三隻狂出耶 我們抽了多少 我們抽了兩位我們差不多出了一百抽 差不多 十一隻 十八幾率 這種畫面你看過嗎 然後這一本書 現在是原價是599 然後好像七九折之後四百多塊吧 四百多塊你可以拿五百粉塵 五個召喚券 對 然後 還可以得到最強聲音物跟 女巫的眼罩 都已經講成這樣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們現在還不買一起來耶 真的 是我都已經下去訂兩本了 不用啦我已經有一本了 好了不用這個 你不能再拿聖遺物了 我覺得這樣不行 你這帳號可以要比我帳號強 我等一下去大勝拿合一盒 我都怕我隊伍廢天了 我終於可以第一次有機會在那個 在那個 競技場遇到你要可以開戰 可以不要嗎 好啦 今天的開箱時間就到這邊 各位個動動啦 嗯 我把其他的預購啊 詳細的資料啊 都放在影片下方 關於了有興趣的話呢 就到下面 看看吧 喜歡我的影片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就下一支開箱敗家時間再見囉 大家 掰掰 說真的詳細的遊戲教學啊 應該是去遊戲頻道 我的遊戲頻道看 或者是關注DA大大的遊戲頻道 既然都已經出了十一指了 是不是應該要出一下 建議員真的教學影片 哇賽 這遊戲不是大爆抽嗎 這遊戲的教學不就是 我跌到 我跌到五顆星 我誰都躺著打 好像是這樣的 我跌到你沒錯啦